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紀錦 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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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院會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本案今年第六會期第十三次會議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報告院會 本案現已完成協商 請宣讀協商結論 主持人蘇嘉全 蔡奇昌 協商代表柯建民 鄭運鵬 李軍藝 鍾孔照 吳思瑤 李立芬 管碧琳 曾明忠 柯智恩 江啟成 吳智陽 黃國昌 周辰秀俠 李鴻軍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對於以上協商結論有無一意 沒有一意 本案逐條討論時 禁一協商結論處理 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請宣讀名稱 國家語言發展法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名稱通過 第一條 第一條 為尊重國家多元文化之精神促進國家語言之傳承 復贈及發展特制定本法 國家語言之傳承復贈及發展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 依本法之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二條 第二條 本法所證主管經文在中央委文化部 在職下市為職下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規定是向涉及其他機關業務權責者 各該機關應與配合及協助 必要時由中央主管機關提報行政院協調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三條 第三條 本法所稱國家語言指台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台灣首語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四條 第四條 國家語言一律平等 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不受歧視或限制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五條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召開國家語言發展會議 研議協調及推展國家語言發展事務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六條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專責但為推動國家語言相關事務 居下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專責但為推動國家語言相關事務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七條 第七條 對於面臨傳承為既製國家語言 政府應優先推動其傳承負責及發展等特別保障措施如下 一 建制捕殺機制及資料庫系統 二 健全教學資源及研究發展 三 講話公共服務資源及營造友善使用環境 四 推廣大眾傳播事業及各種形式通訊傳播服務 五 其他促進面臨傳承為既製國家語言發展事項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八條 第八條 政府應定期調查提出國家語言發展報告 建制國家語言資料庫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主管機關 研定標準化至國家語言書寫系統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六條 不予採納 第九條 第九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機制下遂限指主管機關 應保障學歷前幼兒學習國家語言之機會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與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 將國家語言列為佈定課程 學校教育得使用各國家語言為之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獎勵大山校園研究機構開設國家語言相關課程 及進行相關學術研究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指標是縣市主管機關 應致力完備國家語言教育學習之教材 書及線上學習等相關資源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條 第十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培育國家語言教師 並協助直轄式縣市主管機關以專職方式聘用為原則 國家語言實資培育及聘用頒法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令定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國民參與政府機關構 行政立法及司法程序時 都使用其選擇知識國家語言 政府機關構英語必要時 提供各國家語言間之通義服務 並積極培育各國家語言通義人才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直轄式縣市主管機關德士所下族群聚集之需求 經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 指定特定國家語言為區域通行語之一 並訂定期使用保障事項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為全線國家語言之文化多樣性政府應獎勵出版製作 撥印多元國家語言之出版品 電影廣播電視節目及各種形式通訊傳播服務 政府捐助從事傳播之財團法人 應提供國家語言多元服務 並得設立國家語言廣播電視專屬頻道及各種形式通訊傳播服務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政府得補助獎勵法人及民間團體推廣國家語言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五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理各國家語言能力認證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前項認證 應徵收至規費必要時的免徵減徵或停徵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六條 為提供國民事件服務 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之爭選擇是業務需要 附加國家語言能力證明作為資格條件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許智傑等提案第十六條 不予採納 第十七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制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本法除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從綱 自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的學校一年級 開始實施後三年施行外 自公佈日施行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國家語言發展法 第一條 為尊重國家多元文化之精神 促進國家語言之傳承 附贈及發展特制定本法 國家語言之傳承 附贈及發展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 依本法之規定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文化部 在直向市為直向市政府 在現實為現實政府 本法規定是向涉及其他機關業務權責者 各該機關應與配合及協助 必要是由中央主管機關提報行政院協調之 第三條 本法所稱國家語言 指台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台灣首語 第四條 國家語言疑慮平等 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不受歧視或限制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 召開國家語言發展會議 研議協調及推展國家語言發展事務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專責 但為推動國家語言相關事務 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專責 但為推動國家語言相關事務 第七條 對於面臨傳承為機制國家語言 政府應優先推動其傳承負責及發展等 特別保障措施如下 一 建制補查機制及資料庫系統 二 健全教學資源及研究發展 三 強化公共服務資源及營造友善使用環境 四 推廣大眾傳播事業及各種形式通訊傳播服務 五 其他促進面臨傳承為機制國家語言發展時效 第八條 政府應定期調查提出國家語言發展報告 建制國家語言資料庫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會同中央主管機關 嚴定標準化至國家語言書寫系統 第九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保上學齡前也有為學習國家語言之機會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於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 將國家語言列為布定課程 學校教育得使用各國家語言為之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獎勵大專校院 研究機構開設國家語言相關課程及進行相關學術研究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治理完備國家語言教育學習之教材 書及線上學習等相關資源 第十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培育國家語言教師 並協助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 以專職方式聘用為原則 國家語言實資培育其聘用辦法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令定之 第十一條 國民參與政府機關購行政立法及司法程序式 得使用其選擇之國家語言 政府機關購英語必要時 提供各國家語言間之通義服務 並積極培育各國家語言通義人才 第十二條 市縣市縣市主管機關德士所俠族群聚集之需求 經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 指定特定國家語言為區域通行語之一 並訂定其使用保障實相 第十三條 為呈現國家語言之文化多樣性 政府應獎勵出版製作播映多元國家語言之出版品 電影廣播電視節目及各種形式通訊傳播服務 政府捐助從事傳播之彩端法人 應提供國家語言多元服務 並得設立國家語言廣播電視專屬頻道及各種形式通訊傳播服務 第十四條 政府得補助獎勵法人及民間團體推廣國家語言 第十五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辦理各國家語言能力認證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儘管辦理前項認證 應徵收支規費 必要時得免徵減徵或停徵 第十六條 為提供國民事切服務 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之端選得是業務需要 附加國家語言能力證明作為資格條件 第十七條 本法實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制 第十八條 本法除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自國營小學 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 一年級開始實施後三年施行外 自公布日施行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 由委員登記發言 第一位請黃國蘇委員 謝謝 謝謝主席 感謝調教委員的支持 這部國家議員發展法序後 可以三讀通過 每一個國家議員 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典型 議員 不但是表達的項目 更加是文化發展的基礎 本身政府需要積極保存國家議員 提供學習國家議員的機會 保重國民使用國家議員的管理 民眾利用公共主委的時候 也應該積極提供國家議員的服務 政府也應該鼓勵電影電視公布頂頂 台中團補媒體使用國中的國家議員 讓臺灣的文化歷行可以更加多元豐富 國家議員發展法的通過 也會設立電視台議台有發言的意義 台議跟臺灣本土文化的團成熟熟相關 台議可以農特思思 可以綜合文學創作 可以認證官員是非常重要的議員 目前說台議的 大部分都是中國人的民眾 我們的中部用台議來聯合生活並且學習 台議來讓中部可以來接受新的提示 一方面也會讓議長可以學習武議 附近有很多年輕人已經完全不會說台議 讓母議出現嚴重的動作 為了我們臺灣學習的管理 為了臺灣文化的團成 國家應該提供主要和官都 設立台議台是非常關鍵的一部 我們現在已經有萬民台客家台 本市希望在國家議員發展法通過之後 文化部可以正經來推動台議台的設立 進行母議文化為何議員賓款 多謝大家 接著請管碧林委員 我非常幸運 我是臺灣讀完文化 體驗最親的一個幸運兒 小孩的時候 我跟我的媽媽學無意 我的媽媽經常說 一支草一段路 這是她人生的地匯 她經常在說 做牛就要拖 做人就要拖 大一點了 我愛唱臺灣的歌詩 臺灣的歌詩非常美麗 大家都知道 臺灣的議員也很優雅 大家也知道 親菜不是隨便 親菜就是請您酌才的請菜 這是多麼的有深度跟優雅的語言 我學家母的 我爸爸的學家人 我腿中導師的行業 小孩的時間 我跟媽媽學學家 媽媽跟爸爸跟我說 男人有男人 目標叫小聲 她說 男人有男人 男人有男人 女人的女人 女人的女人 女人都會給你小聲 像這樣 這種人感的地匯 也是我們學家女 她的地匯 我真的聽我的媽媽說 露燦露燦 露燦那些 露燦就是感謝 感謝就是老年的你 就是露燦 大家知道 這就是每一個藝人 有幽美的地方 當然去學校後 學了非常多的北京話 我們從春眠不覺小 一直到 我回一回一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中文之美 我們也都體驗到了 這就是台灣 台灣是這個台灣文化 大家要保障 保障對方文化的國家 今天 《國家語言發展法》 它通過了 這是一個展現 台灣民主法制 更進一步發展的 一個重要的法典 本席一路以來 推動 作為一個重要的催生者 在這裡 感謝所有的政黨 也當捐氣呈現 呈建 讓這個 《國家語言發展法》 能夠順利的通過 所有的議員 都是匯險的議員 所有的本土的議員 都要保護 台灣電視台 是怎樣不可以 拜託大家 一定要支持 接著請劉士芳委員 臺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 所以多元的語言跟多元文化是自然的現象 但是過去因為有威權統治 政府有議員化 在處理各種不同的多元語言文化 今天呢 我們在民主法制社會下 終於通過了《國家語言發展法》 我要謝謝各位政黨 以及各位在這次《三讀法》當中 很努力的很多同志 從今天開始 我們已經可以了解 《國家議員發展法》的《三讀法》非常重要 我們終於不用再說是母語或是族語 大家都是以前被罰被歧視的情形 我也在這個地方要呼籲 今天上台的很多 不管是地方的很多父母官 希望你們來體現 《國家語言發展法》的重要精神 不要再說只說國語就好 不要再說只說國家話就好 不要再說英語很重要 大家都要回家學 這個部分呢 非常不能夠讓我們認同 一樣的理由 今天是非常歷史性的一刻 我要希望各位朋友 可以特別支持 讓我們的電視 不是只有客家台和萬民台 也要設定我們的第一台 因為它非常重要 還要跟各位說 因為議員是一個文化的傳承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我們的歷史 不要讓我們的孩子 在家裡說國語 在外面說英語 不知道自己的議員在哪裡 所以我要在這個地方 感謝各位很辛苦 很認真 很打招的委員 可以讓我們《國家語言發展法》的三讀 可以平安的通過 不要讓我們到學校 再還要講很多不同的語言的時候 被罰錢被掛牌子 這些呢 在我們的經驗裡面是非常不好的 希望台灣呢 可以一直往前看 向前走 我也要呼籲很多今天上台的很多縣市首長 請注重我們的國家語言發展 千萬不要獨注一字 然後不要認為國家語言呢 有任何的偏頗 符合我們的世界潮流趨勢 也符合我們憲法裡面 給我們的保障 謝謝各位 我們一起向前走 也支持我們發展我們的台語 接著請高陸以用委員 大家好 台灣是由多族群構成的多元文化社會 語言本身就反映的所有族群的文化以及美好 這個是台灣最珍貴的資產 台灣歷經了兩次國語的這個經驗 都是單語的童話政策 華語之外的本國固有族群自然語言的發展 受到壓抑 成為在教育政治市場上相對弱勢的語言 甚至面臨傳承危機 兵臨消失 語言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 語言的傳承危機 同時也就是文化的傳承危機 因此賦予國家語言平等的地位 並以制度性保障其發展 刻不容緩 時代力量黨團2016年5月 即提出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法草案的版本 包含了積極保障國家語言一律平等 國民使用國家語言 應不受歧視或限制 政府必須保障國民的國家語言學習 文化傳播訴訟語言等基本權力 對於面臨傳承危機的國家語言 建立特別保障措施等重要精神 三讀版本的其餘幾項重點的條文 除了保障包含台語 馬祖的閩東語 台灣首語以及各原住民族語言 並讓延宕近十年的台語頻道 有明確的法源依據 能有機會順利在明年中開播 與此同時在教育端言 讓希望從家庭到學校都能夠正視母語的重要性 推動國家語言的平等發展 政府需擔負起更多的責任 同時也仰賴各部會、地方政府和民間 在教育、出版、傳播等各個社會 地區學習法 政治家庭 南無二十四十五百例 國際 marketed 北京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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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文化 接著請吳思雅委員 謝謝主席 所有的國人 所有的公民朋友 國人期待了十多年 國家語言發展法終於在今天順利完成立法 台灣人常常被說 除了有蔡英文之外 其實我們更有破台語 為了讓語言這樣一個珍貴的文化載體 能夠發揮更大的功能 在雙語國家的建制 行政院已經宣示2030年 要打造台灣成為雙語國家 但是直此之時 更重要的 我們必須面對我們的母語使用能力 更是一個亟待附贈的文化工作 語言的使用是文化平權的一部分 語言的使用更是基本人權 我上個會期擔任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的召集委員 非常榮幸能夠排審國家語言發展法的法案審議 有了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立法 發求公式在未來內容的製播當中 以台語為出發點 以台灣的文化內涵 來打造一個 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的四大人 都可以共同來欣賞 共同來享受的一個台語的平等 這是一個文化平權 更是基本人權 再次感謝各位的 接著請吳坤裕委員 主席 我們立法院的同學大家早上 我想我們有需要一個國家議員發電法 因為從小時候開始 我就看我的阿嬤 我的阿嬤 我們看電視聽都沒有 在那裡 就要在那裡 夢聽夢幼 不然就要我們反映 我也是一種好事 希望說 以後我們這個議員發電法的通過以後 讓我們成立一個第一的電視台 讓我們所有台灣人 他可以看他聽我的電台 不然就說做要聽什麼特別的議員的電台 在那邊阿嬤 聽下去 看到阿嬤 有笑話但是聽都沒有 我是覺得這是很危險的事 讓我想過去歷史的因素 讓我們四大人可以看電視聽不懂 我們現在以後呢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議員 來表達出我們四大人的心聲 表達出我們歷史、社會、發電 表達出我們經過台灣的文化 我們要尊重國衆議員 沒有說這個議員就比較漂亮、比較正式 我們應該是尊重國衆議員都要平定 所以我們想要標準 我們對我們台灣看法 對我們台灣未來發電 一定要自己的議員來發電 發表自己的心聲、情緒 我們是一個真人真正的 民主、社會 過去歷史的因素 我們要記住 但是我們台灣要繼續發電 我們民主要繼續發電 民主的情緒 靠到我們國家議員發電話來通過 我是感謝我們高委員會委員 大家認真打招 來通過這個議員發電話 謝謝 接著進行討論四項第五案 財團法人 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設置條例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內政司法及法事兩委員會 於107年10月18日召開 聯席會議審查本案 由內政委員會管教級委員並臨 擔任主席 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制 以邀請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永德等相關機關派員 列席報告並備諮詢 經報告及巡檔完畢 進行逐條審查 將權案審查完畢 令通過附帶決議二項 本案病案審查完畢 擬據審查報告提報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須禁黨團協商 並推請管教級委員畢林 與院會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管委員畢林補充說明 管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需交由黨團協商 報告委員會 本案已完成協商 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7年12月12日星期三 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2時3分 地點紅了202會議室協商主題 行政院行情審議及委員蔣傑安等20人 擬據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紀 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案 協商結論一 協商修正通過部分 第23條內容如後付 二 與軍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協商主持人 管畢林協商代表 蔣傑安 劉士芳 吳智陽 洪宗毅 呂玉林 張宏露 鍾孔照 徐志榮 李軍藝 柯建民 鄭運棚 林維州 江啟成 徐永明 曾鳴宗 李鴻鈴 黃昭順 鄭天才 林毅華 宣讀完畢 群務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依 沒有依 本案逐條討論時 淨依協商結論處理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 請宣讀名稱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設置條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名稱通過 第一條 第一條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之精神 傳承客家語言及文化 辦理客家公共傳播事項 依客家基本法定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制定本條例 設置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以下簡稱本基金會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二條 第二條本基金會之設置以本條例之規定 本條例為規定者 使用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及相關法律之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三條 第三條本基金會之主委請完為客家委員會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四條 第四條本基金會之業務範圍如下 以客家廣播、影視之直播及經營 二、客家傳播、影音、出版品質、發行及推廣 三、客家傳播、數位、匯流、媒體、平台網站之建置、經營及推廣 四、客家傳播活動之輔導、辦理及贊助 五、客家傳播人才之培育及獎助 六、其他與客家傳播媒體有關之業務 本基金會的委託經營無限廣播電視之機構播送客家廣播與電視之節目及廣告 不受廣播電視法第四條第二項及公共電視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本基金會設立時原屬客家委員會之廣播電台及廣播執照及核配頻率 應移轉供本基金會使用不受廣播電視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五條 第五條 本基金會之創立基金為新台幣五千萬元 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捐助 本基金會設立時應業務必要 使用主管機關經管制國有公用動產及權利 得由主管機關捐贈不受預算法第25條第一項規定財產法第28條及第60條規定之限制 前向權利屬智慧財產權者主管機關人得基於客家文化發展之需要無償用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六條 第六條 本基金會追經費來源如下 以國內外公司立機構團體法人或個人之捐贈 但不包括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捐贈 二 政府編列預算之捐贈 三 提供服務或從事客家文化傳播事業活動之收入 四 基金運用之自協收入 五 受託代至結末之收入 六 其他有關收入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蔣傑安等提案第六條不予採納 第七條 第七條 本基金會是設董事會至董事十一人至十七人 其中員工代表董事至少二人至董事長一人由董事互選之 董事長具備相當之客與能力及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董事長對內縱理會務主持董事會 對外代表本基金會 董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董事互退一人代理之 董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於三個月時 董事會得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出席董事過半書之同意 決議解除其董事長職務 董事長出席時由董事一帝 一項規定互選一人繼任其職務 其任其至元任其屆滿為止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八條 第八條 本基金會至監察人三人 其中一人為常務監察人由監察人互選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九條 第九條 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基本定制 董事之臨聘因故及客家之代表性 並考量傳播教育文化之專業性 監察人應有二人具有法律 會計或財務等相關經驗或學士 董事監察人之客家人比例 各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且任意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董事監察人中屬統一政黨制人數 各不得與董事總額四分之一 監察人總額三分之一 董事監察人於任期內不得參與政黨活動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十條 第十條 董事監察人每屆任期三年 以連任一次為限 連任之董事監察人人數 不得與改聘董事或監察人總額數二分之一 董事監察人因此死亡或解聘至深缺額者 其所疑缺額由主管經文一前條規定補聘之 員工代表董事變更缺額時一同 前項補聘之董事監察人其任期至原任期間滿為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董事監察人除董事長為專任有幾職外 均為無幾職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董事會長李夏立事項 一 經營方針及年度重大工作計畫之核定 二 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三 捐助章程並更之擬定 四 內部組織規章之制定與修正 及其他重要規章之審議 五 不動產之取得設定處分或設定負擔 及處分發射設備或投資其他事業之核定 六 重大人士之任免 其其他以本條令或章程規定應有董事會長理之事項 董事會每月召開一次 董事長認為有必要或經三分之一以上董事之請求得召開臨時會 董事會之決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出席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三條 監察人掌理下列事項 財務狀況之監督及審核 二 決算表冊之審核 三 財務狀況之文件及財產資料之集合 四 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集合 但公立各級學校與學術研究機構之教學及研究人員不在此線 二 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三 無線有線衛星廣播電視及電信事業之負責人或其主管級人員 但代表本基金會擔任廣播電視電信事業負責人者不在此線 四 從事電台發射器材設備之製造輸入或販賣事業人員 五 投資前二款事業及投資金額合計超過所 投資事業資本總額百分之五人員 六 受託承攬本基金會業務之自然人或事業之負責人主管人員 其非本國級人士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董事監察人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不得假借職務上知權利 機會或方法 塗抹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 董事監察人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協親親之關係 董事監察人之配偶與其三親等內衣以內協親 因親不得擔任本基金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監察人執行職務有違反法令章程之行為 至本基金會受損害時應對本基金會付損害賠償責任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董事有下列其行之一者主管經文引報 請行政院院長解聘之 一 執行職務違反法令或章程 二 重大且具體之不適任行為 三 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付權 四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五 受有期徒刑以上行之判決決定 但受緩刑宣告或議科法經者不在此限 六 有第十四條各款進行之一 七 其他基金董事會決議認定有違反職務上義務 或有不適任之行為 前項規定除第幾款外 與監察人轉用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本基金會至總經理一人 總經理由董事長進公開徵選程序後 提請董事會 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出席同事 顧班書至同意後 林聘之 總經理受董事長指揮監督 執行本基金會之業務 總經理不得為現任公職人員或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總經理不得投資於客家全部有關之其他事業 或執行本基金會以外之業務 並不得擔任本基金會以外之職務 第十五條 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於總經理轉用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十八條 總經理由下令情形之一者由董事會解聘之 以不動產之取得處分或設定負擔 其處分發設設備或投資其他事業未經董事會核定 二受破產宣告或一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金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付權 三受監務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四有前條第四項情形 五 其他今董事會決議認定有違反金工商義務或有不適任職位之行為 總經理由違反法令張誠或有前項鎖定情形至本基金會受損害時 應對本基金會負損害賠償責任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本基金會捐助章程由主管機關訂定 編更時由董事會擬定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20條 第20條 本基金會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已致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21條 第21條 本基金會預算決算值編審議下列程序辦理 以年度開始前應久年度經費定定工作計劃編列預算 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警主管機關訊預算程序辦理 而年度終了二個月內應製作年度工作執行成果 集中之決算提經監察人審核 董事會通過後報警主管機關訊決算程序辦理 三本基金會之經費於事業年度終了除保留項目外 如有剩餘應留存基金運用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22條 第22條 本基金會應建立人事會計內部控制及接合制度 報主管機關合定 其經營方針工作計劃 接近管理 經費使用 財產目錄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 及其他有關經營狀況之文書應被置於本基金會 並公告於網路移工民眾查閱 前項公告項目除經營方針工作計劃 於年度開始前四個月公告外 應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公告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蔣傑安等提案第23條不予採納 第23條 第23條 本基金會應每年邀集相關廣電團體公民團體 媒體監督團體學者及專家 就本基金會發展規劃與公共資源運用短順項 舉辦公訂會或諮詢座談會等 提出績效報告及改進說明並送立法院備查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 委員蔣傑安等提案第25條至第30條均不予採納 第24條 本基金會以往效率其行之一者中文級外德解散之 解散後其剩餘財產歸屬國庫 1. 以完全設立目的無法達成設立時之目的或效益部長 而無存續之必要 2. 應情勢變更而無存續之必要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蔣傑安等提案第32條不予採納 第25條 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委員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裁斷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設施條例 第一條 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之精神 傳承客家語言及文化 辦理客家公共傳播事項 以客家基本法第17條第一項規定制定本條例 設置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以下簡稱本基金會 第二條 本基金會之設置以本條例之規定 本條例未規定準時有民法及相關法律之規定 第三條 本基金會之主管機關為客家委員會 第四條 本基金會之業務範圍如下 以客家廣播影視之直播及經營 主部客家傳播人才之培育及講助 六 其他與客家傳播媒體有關之業務 本基金會的委託 經營無線廣播電視之機構 播送客家廣播與電視之節目及廣告 其廣告 博秀廣播電視法第四條第二項 及公共電視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本基金會設立時 原屬客家委員會之廣播電臺 其廣播執照及合配頻率 應已準供本基金會使用不受廣播電視法 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五條 本基金會之創立基金為新台幣5000萬元 由主管機關便利預算捐助 本基金會設立時應業務必要 使用主管機關經營之國有公用動產及權利 得由主管機關捐贈不受預算法第25條 第一項 國有財政法第28條及第60條規定之限制 前項權利屬智會財產權者 主管機關仁得基於客家文化發展 只需要無償運用之 第六條 本基金會之經費來源如下 以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法人或個人資捐贈 但不包括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捐贈 而政府編列預算之捐贈 三提供服務或從事客家文化全部事業活動之收入 四 基金運用至自習收入 五 收拖代罪結末至收入 六 其他有關收入 第七條 本基金會設董事會至董事11人至17人 其中員工代表董事至少2人至董事長1人由董事互選之 董事長應具備相當之客語能力及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董事長對內總理會晤主持董事會 對外代表本基金會 董事長應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董事互退一人代理之 董事長應故不能執行職務於三個月時 董事會得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出席董事後半數之統一 決議解除其董事長職務 董事長出缺時由董事異地 一項規定互選一人及任其職務 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八條 本基金會至監察人三人 其中一人為常務監察人由監察人互選之 第九條 董事監察人人選由主管機關介護社會公正人士 學者專家及本基金會員工推舉之代表 提請行政院院長林聘之並送立法院備查 其領聘之資格審訊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董事之領聘應故及客家之代表性 並考量傳播教育文化之專業性 監察人應有二人具有法律 會計或財務等相關經驗或學士 董事監察人之客家的比例 各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且任意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董事監察人中屬同一政黨之人數 各不得與董事總額四分之一 監察人總額三分之一 董事監察人於任期內部的參與政黨活動 第十條 董事監察人每屆任期三年 以連任一次違憲 連任之董事監察人人數不得與 給聘董事或監察人總人數二分之一 董事監察人應辭職死亡或解聘自身缺額者 其所疑缺額由主管機關一前條規定補聘之 員工代表董事變更缺額十一同 前項補聘之董事監察人其任期至 原任期間滿為之 第十一條 董事監察人除董事長為專任有幾職外 均為無幾職 第十二條 董事會長理下列是項 以經營方針及年度重大工作計劃之核定 二 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三 捐助長城變更之擬定 四 內部組織規章之制定與修正 及其他重要規章之審議 五 無動產之取得處分或設定負擔 其處分發證設備或投資其他事業之核定 六 中大人士之任免 其其他以本條例或長城規定應有董事會長理之事項 董事會每月召開一次董事長認為有必要獲金三分之一以上董事之請求的召開領事會 董事會之決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一行之 但第一項第一款之第二款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一行之 第十三條 監察人建立下列是項 一 業務財務狀況之監督及審核 二 決算表冊之審核 三 财務帳策文件及財產資料之集合 四 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集合 監察人的列席董事會成熟一切 第十四條 有項列進行之一者不得擔任本基金會董事監察人 一 公職人員 但公立各級學校與學術研究機構之教學及研究人員不在此線 二 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三 無線有線衛星廣播電視及電信事業之負責人或其主管級人員 但代表本基金會擔任廣播電視電信事業負責人者不在此線 四 從事電台發射器材設備之製造輸入或販賣事業人員 五 投資前二款事業 其投資金額合計超過所投資事業資本總額5%人員 六 受託承攬本基金會業務之自然人或事業之負責人主管人員 其非本國級人士 第十五條 董事監察人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利 機會或方法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 董事監察人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協親親親時關係 董事監察人之配偶與其三親等以內協親親親 不得擔任本基金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監察人執行職務有違反法令裝承之行為 日本基金會受損害時應對本基金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六條 董事有下列進行質疑者主管警官應報 進行政院院長協定制 一 執行職務違反法令或章程 二 重大且具體制不適任行為 三 受破產宣告或一 消費者債務建立條例 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付權 四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五 受有期徒刑上行之判決確定 但受緩刑宣告獲益科法令者不在此限 六 有第十四條各款情形之一 七 其他經營董事會決議 認定有違反職務上義務或有不是人之行為 前向規定除第七款外與監察人準用之 第十七條 本基金會職總經理一人 總經理由董事長經公開甄選程序後 提請董事會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一後林聘之 總經理受董事長指揮監督 執行本基金會之業務 總經理不得為現任公職人員或政黨等務工作人員 總經理不得投資與各家傳播有關之其他事業 或執行本基金會以外之業務 並不得擔任本基金會以外之職務 第十五條 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於總經理准用之 第十八條 總經理由下列前行之一者由董事會解聘之 以不動產者取得處分或設定負擔 即處分發設設備或投資其他事業未經董事會合定 二 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經理條例 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付權 三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四 有前條第四項進行 五 其他經董事會決議認定有違反職務上義務 或有不失任職位之行為 總經理有違反法令張誠或有前項鎖定進行 至本基金會受損害時應對本基金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九條 本基金會捐助張誠由主管機關訂定 變更時由董事會擬定後報警諸管機關核定 第二十條 本基金會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第二十一條 本基金會預算舉算之編審議下列程序辦理 以年度開始前應就年度經費 訂定工作計畫編列預算提清董事會通過後 報警主管機關訊預算程序辦理 而年度中兩個月的應製作年度工作執行成果 及收支決算提經監察人審核董事會通過後 報警主管機關訊決算程序辦理 三 本基金會之經費於事業年度中了除保留項目外 如友善與應留存基金運用 第二十條 本基金會應建立 人事會計內部控制及結合制度 報主管機關核定 其經營方針工作計畫 基金管理 經費使用採選目錄金會計時查核簽證 之財務報表及其他有關經營狀況證文書 應備置於本基金會 並公告於網路以供民眾查閱 前項公告項目除經營方針工作計畫 於年度開始前四個月公告外 應於年度中了後三個月內公告 第二十三條 本基金會以每年邀請相關廣電團體 公民團體 媒體監督團體 學者及專家 就本基金會發展規劃與公共資源運用等事項 舉辦公聽會或諮詢座談會等 提出績效報告及改進說明並送立法院備查 第二十四條 本基金會有效列其行之一者主管機關得解散之 解散後其剩餘財產歸屬國庫 一 已完成勝利目的無法達成勝利史之目的或效益部章 而無存續之必要 二 應勤勢變更而無存續之必要 第二十五條 本條類自公佈日施行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 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作之附帶決議 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附帶決議二項 一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運作 應加強國際客家資訊服務及推廣 二 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之人事薪資預算 除法規另有規定外 應與最大可能範圍 與網路公開以公民眾查閱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沒有議決定 招案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 由委員登記發言 第一位請蔣傑安委員 第一位請蔣傑提 líder 雲 ощущ掌握 請蔣傑提 Grid 好 今天是個好日子 在1988 12月28號 客家族群首次走上街頭 進行環往母語大遊行的 今天 即將進 book 日滿30 後的前三天 稍早 《國家語言發展法》三讀通過 現在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設置條例 條例也三讀通過 本席作為客家族群的代表 也是立法院唯一提出版本的委員 感到與有榮焉也非常的欣慰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支持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設置條例》 三讀通過的所有委員 尤其是柯建民總長 內政委員會管碧林趙偉 還有劉士芳委員等好同事 也要特別感謝行政院以及所屬的客家委員會 讓這部法案能夠成為這個會期的優先法案 這個法案也是《客家基本法》 在今年107年1月31日公布施行後 第一部完成的執法意義重大 從目前全球趨勢以及各國族群傳播營運的經營來看 公共傳播的經營由專責單位負責 方能善盡其功 有鑑於客與附贈目前所面臨的困境 客家公共廣播事項成立專責單位負責 對內能夠維護族群的權益 對外也能成為主流社會溝通的橋樑 這部法案兼具客與附贈傳承的重責大任 未來我們也希望透過這部法案 保障客家族群的媒體金融權 同時讓公眾有更高的服務品質 與國際社會接軌 希望財團發言 客家共共傳播基金費三支條列通告 本政府同民間和其他力量 付贈傳承客家明年文發 與台灣客家 接著請管碧林委員 接著請管碧林委員 能夠讓我們客家傳播基金會的設置條例順利的通過 感謝各個政黨捐氣成見 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個體制 客家傳播基金會成立了之後 去發展以客家語言為基礎的電影產業影視內容 以及我們的廣播電台 基本上有沒有成功的案例 為什麼我們還要用客家的語言來發展影視產業呢 本席因為擔任印度台印國會聯誼會的會長 我就舉印度的例子讓大家知道 印度雖然他們的官方語言是印第語和英語 但是他們的國家登記的國家語言總共有22種 而這22種官方語言當中 他們的天陽散熱就有發展印第語 塔米爾語以及泰盧固與孟加拉語的電影據點 無窮用的影音初天陽 絕對無 絕對 十分的絕對 動成功的發展 同致加報告 無窮用的影音初天陽 不在中愛 語言不會是影視產業的障礙 影視產業用它的內容可以跟全世界分享 不在於它是哪一種語言 它們的影音初影視產業做影視產業 用客家語言做影視產業 增加了一個語言的美 增加了一種文化的認同跟多元的分享 印度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例子 一個國家可以有四種語言的電影產業 而且都發展得信心向榮 信心向榮 要把印度的理智 要把安理就同學家鄉親鼓勵 和經理科學師 學家的天陽散業 就有更多的力量 我們可以來促成 謝謝大家 接著請劉四方委員 謝謝各位委員 我們今天通過的這個傳播基金會 其實它的重點是在於 客家基本法在106年三讀通過的時候 根據它17條的精神 來草擬這個公共傳播基金會的設置條例 這個設置條例裡面的重點 其實就是把我們的公營媒體 轉為公共媒體 更重要的是 客家委員會不再持有這個媒體 這個精神其實大家都能夠認同 也謝謝各位政黨 各位同志的支持 那在它的處理方面 它的基金會因為屬於公共傳播的性質 它的運作不宜有太多的因素來介入 所以並沒有納入規範政府指派代表的條款 那更重要的是其他的幾位委員有提到 未來我們怎麼讓它能夠傳播 不是只有廣播電視 而是能夠容納很多的媒體跟數位化 符合潮流來共同來推派 這些只能夠讓客家文化可以經過 國家語言的傳承的方向來走 就跟剛剛我們所通過的國家語言發展法一樣 客家語言或是原住民的語言 或者是台語或者是其他的北京話 都是我們台灣社會裡面非常重要的語言發展 那其實也符合我們整個台灣 不管在憲法的保障下的多元文化的族群發展 所以我們認為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 這個公共傳播基金會的通過 但是它能夠彰顯出包括我們的執政黨 對於各種不同語言上面的重視 所以今天通過這個客家傳播基金會的管理 未來只有到立法院來接受監督 需要把預算整個的公共透明化 但是其他的語言發展希望能夠跟著世界潮流一樣 讓我們台灣可以活在不同的語言當中 讓我們台灣更有多元族群發展的面向跟精神 謝謝很多朋友 謝謝很多朋友 雖然它是一個冷門的傳播基金會 但是我非常重視它 它就是我們國家語言文化跟歷史傳承裡面 重要的一環跟工具 謝謝 謝謝 接著進行討論四項第六案 期貨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財政委員會於107年12月5日舉行全民委員會議 由賴召集委員士寶擔任主席審查本案 會中出行提案委員賴士寶說明提案要指 金融監控監督管理委員會 雇主任委員立雄報告行政院提案與回應委員提案外 並答覆委員質詢 宣讀外筆 請召集委員賴委員士寶補充說明 賴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邀請黨團協商 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本案經意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期貨交易法請宣讀第三條 第三條本法所稱期貨交易 指依國內外期貨交易所或其他期貨市場之規則或食物 從日衍生自商品、貨幣、有價證券、利率指示或其他利益 之下例契約或其組合之交易 依期貨契約指當事人約定於未來特定期間 依特定價格及數量等交易條件買賣約定標定物 或於到期間或到期時結算差價之規約 二、選擇權契約指當事人約定 選擇權買方支付權利金取得購入或授出之權利 等於特定期間內依特定價格及數量等交易條件買賣約定標定物 選擇權賣方與買方要求履約時由一約履行義務 或雙方同意於到期間或到期時結算差價之規約 三、期貨選擇權契約指當事人約 選擇權買方支付權利金取得購入或授出之權利 得於特定期間內依特定價格數量等交易條件買賣期貨契約 選擇權賣方與買方要求履約時 有依選擇權約定履行義務 或雙方同意於到期間或到期時結算差價之規約 四、槓桿保證金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支付價 將一定陳述之款項或取得他方授予之一定信用額度 雙方於未來特定期間內依約定方式結算差價或交付約定物之規約 五、交換契約指當事人約定於未來特定期間內依約定方式交換約定標定物 或其所產生限期流量之契約 六、其他類型契約 非在期貨交易所進行之期貨交易 基於金融、貨幣、外匯、公債等政策考量 得經主管機關於主管事項範圍內 或中央銀行於長理事項範圍內公告 不是用本法式規定 但符合主管機關規定 以集中結算之期貨交易範圍者 應於其指定之期貨結算機構 以本法規定進行集中結算 且向集中結算之期貨交易範圍設計外匯事項者 應先會商中央銀行同意 宣讀MB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28條 第28條 有下列各款情勢質疑者不得充任會員之期貨交易所之發行人 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 其以充任者解任之 以有公司法第30條各款情勢之一 而曾任法人宣告破產時是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或與其地位相等之人 其破產終結未滿三年或挑協未旅行 曾最近三年內在金融機構使用票據 由拒絕往來記錄 四 受第101條第一項正確交易法第56條 或第66條第二款解除職務處分未滿五年 五 違反本法 國外期貨交易法 公司法 政權交易法 銀行法 管理外匯條例 保險法或信用合作設法規定 經售法及以上限制宣告其執行完畢 緩刑期滿或涉免後未滿五年 六 受第100條第二款 撤混職務處分未滿五年 七 經查明受他人利用充任會員之期貨交易所之 發起人 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 發起人 董事或監察人違法人者 前向規定對於該法人代表人 或決定代表行使職務者準用之 宣傳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五條 公司至起貨交易所之章程 應依公司法制規定 項列各款事項 非經再明於章程不成效力 一 交易者之資格 二 結算部門之設置 三 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宣傳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七條 公司至起貨交易所不得發行無記名股票 公司至起貨交易所股票轉讓出指制對象 已依法設立之起貨業證券商證券金融事業銀行 或經主管經文核准至證券其起貨相關機構違憲 宣傳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四十九條 第四十九條 起貨結算機構與其結算會員不履行結算交個義務時 應先以違約起貨結算會員繳存至結算保證器致應 如有不足在有違約起貨結算會員繳交割結算基金 起貨結算機構之賠償準備金 其他起貨結算會員繳交割結算基金 及其依起貨結算機構鎖定比例分擔金額之印 前向違約起貨結算會員繳存至結算保證金 不足時之支應順序及其他起貨結算會員分擔之比例 由起貨結算機構擬定報主管機關核定 第一項金額應按起貨交易系在起貨交易所或非在起貨交易所 進行分別繳存或提列致應 依第一項指印之起貨結算機構賠償準備金 其他起貨結算會員之交割結算基金 及其分擔金額均得向違約起貨結算會員追償 宣度而筆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84條 第84條 期貨信託事業於募集期貨信託基金 非經主管機關核準或向主管機關申報聲效後不得為之 期貨信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 應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向申購人交付公開說明書 其應記載知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期貨信託事業未依前項規定加付公開說明書者 對於善意相對人因而所受損害之賠償責任 公開說明書應記載之主要內容有虛偽或引力之情是 對於善意相對人因而所受損害之賠償責任 轉用證券交易法第32條規定 前而向是損害賠償請求權自由請求權人之有得受賠償之原因 使其二年間不刑捨而消滅 其賠償原因發生之日其與五年者一同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97條之一 第97條之一 期貨將一所期貨結算機構及其貨業 應建立財務業務之內部控制制度 主管機關得制定前項公司或機構內部控制制度之準則 第一項之公司或機構促進主管機關核存者外 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 向主管機關申報內部控制聲明書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100條 第100條 期貨交易所期貨結算機構 期貨業違反本法或本法所發佈之命令者 除以本法處罰外 主管機關得是情節輕重 予以糾正或為下列制處分 並得命期掀起改善 依警告二 襯换其負責人或其他有關人員 三 命令為停止六個月以內 全部或一部支營業 四 撤銷或廢止營業許可 五 其他必要之處置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109條 第109條 依本法所為機貨交易所生之爭議 當事人得依約定進行仲裁 前向仲裁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依仲裁法制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1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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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貨業對於仲裁之判斷 或對於依仲裁法第44條 成立之和解 第45條 成立之調解 直部旅行時 除有仲裁法第40條 或第46條 准用同法第40條之情形 經提起撤銷仲裁判斷 和解或調解之訴者外 在其未履行前 主管及溫德命令其停業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116條 第116條 有下列情勢之一者 除三年下 有期徒刑 聚業或可貨幣 更新台幣240萬元以下罰金 1. 唯本第13條 第二項規定 但提供人不知其非法經營 其貨交易所或即貨交易所 業務者不適用之 2. 唯本第63條規定 3. 槓桿交易商負責任業務員 或其他從業人員 唯本第81條 准用第63條規定 4. 期貨服務事業負責任業務員 或其他從業人員 唯本第88條准用第63條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119條 第119條 有下列情勢之一者 儲信台幣12萬元以上 240萬元下罰款 並得命期限期改善 皆其為改善者的案次處罰 以唯本第5條第10條 第1項第18條 第45條第2項前段 第56條第4項第57條 第1項第64條 第65條第1項第66條 第1項第66條第1項 第70條第1項第72條 第1項第73條 第74條第78條 第1項第80條 第3項第80條 第3項第82條 第2項第84條 第84條第2項前段 第85條 第1項第87條 第1項第97條之一 第1項第3項第104條 第2項或第105條規定 第2項第2項第2項第4項第45條 第2項第2項 第2項後盾 第56條第5項第80條 第4項第80條 第4項第82條 第3項第85條 第2項或第93條 所發布之命令 第3項第3項 第3項第2項 但是位一主管警官規定 於所指定之其獲結縮機構 進行集中結縮或其獲結縮機構 違反第55條 準用第18條規定 4. 其獲商違反第79條 準用第18條規定 5. 鋼桿交易商違反第81條 準用第18條 第57條 第1項第64條 第65條 第1項第66條 第67條 第70條 第1項第72條 第1項第72條 第73條 第74條 第78條 第1項規定 6. 其獲服務事業違反第88條 準用第18條 第57條 第1項第64條 第65條 第1項第66條 第1項 第74條規定 其主管警官議第98條 第1項命令 提出這帳簿 書類或其他有關物件或報告資料 與其不提出或對於主管警官依法所為之檢查 予以規避妨案或拒絕 其或將一所集獲結算機構集獲業同業工會 於依法或主管機關基於法律所發布之命令規定之帳簿文具 財務包括或其他有關業務之文件 不違證書申報公告被置或保存 9. 規避妨案或拒絕主管警官議第99條 第1項所為之調查 或拒不提供有關資料文件 或經主管機關通知到達辦公處所備訊 無正當理由而拒不到達 以前項規定應處罰還之行為 其情節欣為任以不處罰為適當者得免於處罰 宣讀MB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 繼續進行三讀請務院會有意 沒有意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三條本法所稱期貨交易 指一國內外期貨交易所或其他期貨市場之規則或食物 從事衍生至商品貨幣有價證券利率指示或其他利益 遵項列席約或其組合之交易 一 即貨契約指當事人約定於未來特定期間 依特定價格及數量等交易條件買賣約定標題物 或於到期前或到期時結算差價值契約 二 選擇權契約指當事人約定 選擇權買方支付權利金取得購入或售出之權利 得於特定期間內依特定價格及數量等交易條件買賣約定標題物 選擇權賣方與買方要求履約時有意約履行義務 或雙方同意於到期前或到期時結算差價值契約 三 即貨選擇權契約指當事人約定選擇權買方支付權利金取得購入或售出之權利 得於特定期間內依特定價格數量等交易條件買賣期貨契約 選擇權買方與買方要求履約時有意選擇權約定履行義務 或雙方同意於到期前或到期時結算差價值契約 四 槓桿保證機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支付價正一定陳述之款項 或取得他方授予之一定信用額度 雙方於未來特定期間內依約定方式結算差價或交付約定物之契約 五 交換契約指當事人約定於未來特定期間內依約定方式交換約定標題物 或其所產生現金流量之契約 六 其他類型契約 非在期貨交易所進行之期貨交易 基於金融 貨幣 外匯 公債等政策考量 得經主管機關於主管事項範圍內 或中央銀行於長領事項範圍內公告不適用本法制規定 但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依集中結算之期貨交易範圍者 應於其決定之期貨結算機構以本法規定進行集中結算 其項集中結算之即貨交易範圍設計未會議事項者 應先會議商中央銀行同意 第28條 有下列各款情勢之一者 不得充任會員至即貨交易所之發行人 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 其已充任者檢認之 一 有公司法第30條各款情勢之一 二 曾任法人宣告破產時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或於其地位相等之人 其破產終結未滿三年或調協未旅行 三 最近三年內在金融機構使用票數有拒絕往來記錄 四 順目第101條 第一項正確交易法第56條或第66條第二款解除職務處分未滿五年 五 違反本法 國外情貨交易法 公司法 正確交易法 銀行法 管理外匯條例 保險法或信用合作涉法規定 經受法制以上行制宣告及執行完畢 緩刑期滿或涉明後未滿五年 六 受第100條第二款撤換職務處分未滿五年 七 經查明受探人利用從人會員至情或交易所至發行人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發行人 董事或監察人為法人者 前項規定對於該法人代表人或指定代表行使職務者准用之 第35條 公司至集貨交易所至章程 一依公司法制規定 削列各款事項非經再名為章程不成效力 一 交易者之資格 二 結算部門之設置 三 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37條 公司至集貨交易所不得發行無幾名股票 公司至集貨交易所 股票轉讓出職至最項 也依法設立之期貨證券商 證券金融事業 銀行貨金 主管機關核准之證券及期貨相關機構違憲 第49條 期貨結算機構與其結算會員不履行結算交割義務時 應先以違約期貨結算會員交存之結算保證金致印 如有不足在由違約期貨結算會員之交割結算基金 其貨結算機構之賠償準備金 其他期貨結算會員之交割結算基金 其依其貨結算機構鎖定比例分擔金額之印 其項違約期貨結算會員交存之結算保證金 不足時之進順序及其他期貨結算會員分擔之比例 由期貨結算機構擬定報主管機關核定 第一項金額應按期貨交易 系在期貨交易所或非在期貨交易所 進行分別繳存或提列制印 以第一項追印之期貨結算機構賠償準備金 其他期貨結算會員之交割結算基金 及其分擔金額均得向違約期貨結算會員追償 第84條 期貨信託事業於募集期貨信託基金 非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 期貨信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 應依主管機關規定制方式向申購人交付公開說明書 請記載這項由主管機關定制 期貨信託事業為依前項規定交付公開說明書者 對於善意相對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付賠償責任 公開說明書應記載這主要內容有訊味或隱匿之情是 對於善意相對人因而所受損害之賠償責任 轉用證券交易法第3水條規定 前而向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由請求權人之友得受賠償之原因 時起二年間不刑署的消滅 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與五年者一同 第97條之一 即貨將一所即貨結算機構及即貨業 應建立財務業務之內部控制制度 主管機關得定定前項公司或機構內部控制制度之選擇 第一項之公司或機構逐進主管機關核准者外 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 向主管機關宣報內部控制聲明書 第100條 即貨將一所即貨結算機構即貨業 違反本法或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 除以本法處罰外 主管機關得失情節輕重予以糾正或為下立制處分 並得命期限期改善 一警告 二征換其負責人或其他有關人員 三命令為停止六個月以內全部或已佈置營業 四趁向貨費指營業許可 母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109條 以本法所為其貨交易所生之爭議 當事人得依約定進行仲裁 前項仲裁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仲裁法之規定 第111條 其貨業對於仲裁之判斷或對於依仲裁法第44條成立之和解 第45條成立之條解持不履行時 除有仲裁法第40條或第46條準用同法第40條之情形 僅提起撤銷仲裁判斷和解或調解之數者外 在其未履行前主管機關得命令其停業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 第116條 有下列情勢之一者處三點下有限徒刑 均一貨客或賓客金台幣240萬元以下罰金 以違反第13條第二項規定 但提供人不知其非法經營期貨交易所或期貨交易所業務者不使用之 二違反第63條規定 三槓桿交易商負責任業務員或其他從業人員 違反第81條準用第63條規定 四即貨服務事業負責任業務員或其他從業人員 違反第88條準用第63條規定 第119條 有下列情勢之一者處新台幣12萬元以上240萬元下罰還 並得命期限期改善 及其未改善者的案子處罰 以唯本第5條第10條 第1項第18條 第45條 第2項前段 第56條第4項 第57條 第1項第64條 第65條 第1項第66條 第67條 第70條 第1項 第72條 第1項第73條 第78條 第1項第80條 第3項第82條 第2項第84條 第84條 第2項前段 第89條 第1項第87條 第1項第97條 第1項第3項 第104條 第2項或第105條規定 二違反第8條 第2項第45條 第2項後段 第56條 第5項第80條 第4項第82條 第3項第85條 第2項 第93條 第93條 所發佈指命令 三違反第3條 第2項彈書 為依主管機關規定 予所指定之 其貨結算機構 進行集中解算 或其貨結算機構違反第55條 準用第18條規定 4 其貨商違反第79條 準用第18條規定 5 槓桿交易項違反第81條 準用第18條 第57條 第1項第64條 第65條 第1項第66條 第1項第66條 第1項第67條 第70條 第1項第72條 第1項第73條 第74條 第78條 第1項規定 6 集貨服務實驗 為本第88條 準用第18條 第57條 第1項第64條 第65條 第1項第66條 第1項 第74條規定 其主管機關 1第98條 第1項命令 提出職場部 書類或其他有關物件或報告資料 與其不提書或對於主管機關依法所為之檢查 予以規避妨案或拒絕 8 集貨將一所集貨結算機構 集貨業統業工會 於依法或主管機關基於法律所發布之命令規定職場部文具 財務報告或其他有關業務之文件 不違製作申報公告備制或保存 9 規避防疫或拒絕主管機關1第99條第1項所為之調查 或拒不提供有關資料文件或經主管機關通知到達辦公處所被詢 無正當理由而拒不到達 依前項規定應處罰緩之行為 其情節輕委任以不處罰為適當者得免於處罰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期貨交易法第三條 第28條 第35條 第37條 第49條 第84條 第97條 第100條 第109條 第111條 第111條 第116條 及第119條 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進行討論 第11條 第11條 團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本案經理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金融控股公司法 請宣讀第18條 第18條 有逾越第36條 或第37條 是規定者 主管機關為許可時 應限其命期調整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58條 第58條 金融控股公司 至銀行子公司 或保險子公司 對第44條 各款所列之人 為無擔保售信 或為擔保售信 而無時除擔保 或其條件 優於其他同類 售信對象者 其行為負責人 除三年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客戶 拼合新台幣 500萬元以上 2500萬元下罰金 金融控股公司 至銀行子公司 或保險子公司 對第44條 各款所列之人 分禮擔保售信 達到主管機關 規定金額以上 未經董事會 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之出席 其出席 同事四分之三以上 之同意或違反 主管機關鎖定 有關售信限額 售信總有額之規定者 其行為負責人 除新台幣 200萬元以上 5000萬元下罰還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60條 第60條 有下列其行之一 者除新台幣 200萬元以上 5000萬元下罰還 以違反第六條 第一項規定 未申請順利金融礦股公司 二違反第16條 第三項規定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 而使用股份 三違反第16條 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九項規定 未向主管機關宣辦 或違反同條第七項 單數規定增加持固 四違反第16條 第十項規定 未依主管機關鎖定期限處分 五違反主管機關 異地16條 第五項鎖定 辦法中有關申辦 或公告式規定 六違反第16條 第六項規定 為職權之設定 其違反第18條第一項規定 未經許可為合併 概括讓與或概括承受 八違反第38條規定 持有金融控股公司之股份 九違反第39條第一項鎖定 短期資金運用項目 或違反同條第二項規定 未經核准投資不動產 或投資非自用不動產 十違反主管機關 異地39條第三項鎖定辦法中 有關方形條件或期限處規定 十一違反主管機關議 第40條或第41條鎖定之比率 或所為之處置或限制 十二違反第41條第一項規定 為保守秘密 十三違反第43條第一項第二項 或第4項規定 或違反主管機關議 同條第三項鎖定辦法中 有關可從事之業務範圍 資訊監獲運用 共用設備場所或人員管理時規定 十四違反第45條第一項交易條件之限制 或董生會之決議方法 或違反同條第4項鎖定之金額比率 十五違反第46條第一項規定 未向主管機關申報或揭露 十六違反第51條規定 未介入內部控制或金額制度或未確實執行 十七違反第53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或未於主管機關一同條第三項鎖定 其限內補足資本 十八違反主管機關一第55條第一項所為之命令 十九違反第56條第一項規定 未進協助義務或違反主管機關一同條第二項所為之命令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61條 第61條 金融控股公司之負責人或職員於主管機關一第52條規定 要求其於其限內 具實提供相關財務報表交易資訊或其他有關資料 派員或委託適當金額或指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檢查金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之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時 有下列情形追者主薪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下罰款 一、拒絕檢查或拒絕開啟金庫或其他庫房 二、隱匿或毀損有關義務或財務狀況之上策文件 三、對於檢查人員詢問無正當理由不違答覆或答覆不實 四、藉其為提報主管機關指定日財務報表交易資訊或其他有關資料 或提報不實不詢或位於規定期限內交納檢查費用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62條 第62條 有下列情形追者主薪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下罰款 以違反第36條第四項或第37條第二項單數規定進行投資 而違反第36條第五項或第37條第七項規定 位於主婚經驗鎖定期限內調整 或違反第36條第七項規定 由其父子人職員擔任創業投資事業所投資事業之經理人 三 違反第36條第八項規定 會進行主管經驗核准辦理減資 四 違反第37條第一項規定 會進行主管經驗核准投資或自行或由其代表人 擔任被投資事業之同事監察人或指派人員或聘為該事業經理人 五 違反第37條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 超過投資限額或持股比率之限制 六 違反第68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 衛生報申請許可調整持股或申請核准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六十三條維持現行條文 第六十七條 第六十七條金融控股公司或受罰人 僅以本樁規定除以罰還後 與主管經關規定期限內 仍不予改善者主管經關的案次處罰 其請接種到折兵的解除負責人 職務或費指其許可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體繼續進行三讀 請務院會有意 沒有意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十八條金融控股公司 經主管經關許可則得與下令公司為合併 蓋瓜讓與貨蓋瓜承受並存用 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六條第八條 第九條及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之規定 一 金融控股公司 二 具有第四條第一款之控制性持固 並符合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條件之寄存公司 前項第二款之寄存公司 其業務範圍有於月第36條 或第37條之規定者 主管經關為許可時應限其命期調整 第五十八條金融控股公司之銀行子公司 或保險子公司 對第四十四條各款所列之人 唯無擔保收信或為擔保收信 而無失足擔保 或其條件優於其他同類受信對象者 其行為負責任處三年下有其徒刑 缺液或可貨並高新台幣 五百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下罰金 金融控股公司之銀行子公司 或保險子公司 對第四十四條各款所列之人 辦理擔保收信到主管經關規定 金額以上未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 或違反主管經關鎖定有關收信限額 收信總余額之規定者 其行為負責任處新台幣二百萬元以上 五千萬元下罰款 第六十條有項列其行之一者 除信台幣二百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下罰款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未申請順利金融控股公司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 未經主管經關合選而持有股份 三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九項規定 未向主管經關申辦或違反同條第七項 但數規定增加持股 四違反第十六條第十項規定 會以主管經關鎖定期限處分 五違反主管經關議第十六條第五項鎖定 辦法中有關申辦或公告之規定 六違反第十六條第六項規定為執權之設定 其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未經許可為合併概括讓與貨概括承受 八違反第十八條規定 持有金融控股公司之股份 九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鎖定 短期資金運用項目或違反同條第二項規定 未經核准投資不動產或投資非自由不動產 十違反主管經關議第十九條第三項鎖定 辦法中有關方形條件或其限制規定 十違違反主管經關議第四十條或第四十一條鎖定之比率 或所謂之處置或限制 十二違反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為保守秘密 十三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 或違反主管經關議同條第三項鎖定辦法中 有關可從事之業務範圍資訊交互運用 慌用設備場所或人員管理之規定 十四違反第四十五條第一項交易條件之限制 或董事會之決議方法 或違反同條第四項鎖定之進而比率 十五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會向主管機關深邦或揭露 十六違反第五十一條規定 未建立內部控制或計合制度或未確實執行 十七違反第五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或違於主管機關議同條第三項鎖定 其限內補足資本 十八違反主管機關議第五十五條第一項所為之命令 十九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違禁協助義務或違反主管機關議同條第二項所為之命令 第六十一條金融控股公司之負責人或職員 於主管機關議第五十二條規定 要求其於期限內 限期內據時提供相關財務報表 交易資訊或其他有關資料 判員或委託適當機構 或指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檢查金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之業務財務 及其他有關事項時有下列情形追者 儲薪臺比二百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下罰款 一、拒絕檢查或拒絕開啟金庫或其他庫房 二、盈利或毀損有關義務或財務狀況是偵測文件 三、對於檢查人員詢問無正當理由不違答覆或答覆不實 四、藉其為提報主管機關指定這財務報表 交易資訊或其他有關資料 或提報不實不詢或位於規定期限內 繳納檢查費用 第六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追者儲薪臺比一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下罰款 以違反第三十六條第四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二項單數規定進行投資 二、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五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七項規定 位於主管機關鎖定期限內調整 或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七項規定 由其負責人職員擔任創業投資事業所投資事業之經理人 三、違反第三十六條第八項規定 為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減資 四、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為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或自行或由其代表人 擔任被投資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指配人員或聘為該事業經理人 五、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絕對五項規定 超過投資限額或持股比率之限制 六、違反第六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 為申報申請核准調整持股或申請核准 第六十七條金融控股公司或售罰人 僅以本徵規定除以罰還後 於主管機關規定期限內仍不予改善者 主管機關等案次處罰 其情節受到者並得檢除負責人職務或廢職其許可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理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 決議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八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條至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七條條文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由委員登記發言 請曾明忠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大家好 金控公司法完成三讀 謝謝在座委員的支持 也謝謝財委會相關委員的支持 本次的修法目的主要是建於金融業 過去一段時間接連發生很多重大的內積內供事件 嚴重影響我國金融穩定 也影響消費者的權益 所以本席提出修法 那修法的內容主要是希望相關的划則 划緩的部分能夠適度的提高 因為現行的規定非常的偏低 比如說像五十八條六十條六十一條 從現行划緩兩百萬到一千萬 把它提高到兩百萬到五千萬 另外六十二條的部分 由現行一百萬到五百萬的划緩 把它提高到一百萬到兩千萬 希望能夠產生厚足的效果 那修法的效益主要有兩項 第一項能夠讓金管會加強督促金融控股公司 能夠重視內積內控還有法徵制度 能夠讓這些金管公司維持穩健的經營 能夠協助產業的發展 第二項能夠讓金管公司在內積內控強化之後 能夠確實維護金融消費者的權益 最後再次謝謝在場委員的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 繼續進行討論四項第八案 保險法第146條之三 及第165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財政委員會於107年12月5日 舉行權益委員會議 由賴教杰委員士保擔任主席審查本案 會中主席提案委員證明中說明提案要旨 進入監督管理委員會 顧主任委員立行回應委員提案外 並答覆委員質詢 以邀請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與會委員於聽取委員說明提案要旨 及主管經關首長回應委員提案並進行巡查後 經充分討論原完成審查令通過附帶決議影像 本案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願未討論本案時由賴教級委員士保補充說明 宣讀外畢 請召集委員賴委員士保補充說明 賴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本案經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保險法第146條之三 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第165條 第165條 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 應有固定業務處所 並專設帳簿記載業務出資 兼有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資格者 僅得則依申領職業證照 保險代理人公司、經紀人公司 為公開發行公司或 具一定規模者 應建立內部控制進行制度 與招攬處理制度及程序 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制 第142條、第148條 與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 準用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 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165條 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 應有固定業務處所 並專設帳簿記載業務收支 兼有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資格者 請得則依申領職業證照 保險代理人公司、經紀人公司 為公開發行公司獲取一定規模者 應建立內部控制金額制度 與招攬處理制度及程序 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制 第142條、第148條 與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 準用之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 保險法第165條條文 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作之附帶決議 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附帶決議以下 為考量規模較小之保險代理人公司、經紀人公司 欠缺負擔過重法尊成本之能力 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三個月內修正 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集合制度 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第二條 將有關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 應建立內部控制集合制度與招攬處理制度及程序 至年度營業收入標準 由1億元以上調高至3億元以上 以符合監理制比例原則 宣讀完畢 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決定 照案通過 繼續進行討論四項第九案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08年度預算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107年11月8日 召開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邀請科技部部長鄭良基 替相關人員練習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賦予107年12月3日 召開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二次會議均由高精召集委員宿美擔任主席 本案只查完均提起願會公決 本案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願會討論時推請高精召集委員宿美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高精委員宿美補充說明 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本案經以審查會意見處理 請宣讀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108年度預算書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刪讀 請問院會有異議 內容 對 對 內容 三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照列 四 資質運用 應依據業務修正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等效者審查 結果隨行調整 五 通過決議二項 宣讀完畢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108年度預算書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108年度預算書 按照審查報告通過 討論事項第十案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六會期第九次會議結議協商後再行處理 報告院會本案已完成協商 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法案名稱行政院行情審議 委員張廖萬堅等19人 委員蕭美琴等18人 委員許智傑等24人 委員陳賴蘇美等18人 及委員柯智恩等17人 分別擬拒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協商時間107年5月15日12時至12時30分 協商地點群銜樓101會議室 協商結論 捐照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 主持人吳思瑶協商代表 許智傑 柯建銘 黃國書 蔡培惠 李立芬 中嘉賓 蕭美琴 鄭運鵬 何欣醇 陳賴素美 陳廷飛 李均毅 油美女 蘇巧惠 張廖萬堅 管碧琳 李彥秀 柯知恩 曾明宗 林德福 高露以用 巴吉拉 黃國昌 高金素美 李鴻君 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意義 沒有意義本案主條討論時 禁一協商結論處理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三條 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第五條 第五條 本法所善主管機關在中央委文化部 在直下市為直下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七條 第七條 為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及產業化 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政府得以專責法人辦理相關業務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30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令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107年12月25日 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宣讀完畢 到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 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委員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五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文化部 在直銷市為直銷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七條 為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及產業化 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政府得以專責法人辦理相關業務 第30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令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107年12月25日 修正之條文字公布日施行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第五條 第七條及第三十條條文 修正通過 討論事項第十一案 文化內容側進院設置條例草案 本案經第六會期第九次會議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現已完成協商 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時間 107年5月15日中午12時 地點群衔樓101會議室 協商主題行政院行情審議 文化內容側進院設置條例草案 協商結論 一 第三條 第八條及 第28條 予以修正 二 新增附帶決議一項 三 其餘軍照審查會審查 結果通過 協商主持人段一康 協商代表鄭運鵬 許智傑 中嘉賓 黃國書 李晉雲 柯建民 尤美女 吳思堯 何欣純 管碧琳 柯知恩 李彥秀 林德福 曾明忠 高金素梅 李鴻軍 黃國昌 高陸宇勇 巴吉拉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意義 沒有意義 本案主條討論時 靜一協商結論處理 文化內容側進院設置條例草案 請宣讀名稱 文化內容側進院設置條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名稱通過 第一章 第一章總則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張明通過 第一條 第一條 為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及產業化 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特設文化內容側進院以下 簡稱本院並制定本條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二條 第二條 本院為行政法人 其監督機關委文化部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三條 第三條 本院之業務範圍如下 以文化內容相關產業之調查 統計及研究發展 二 文化內容相關產業專業人才之培育 三 文化內容開發及產製支持 四 文化科技之開發技術遺傳及加值應用 五 文化內容相關產業之投資 及多元資金益助服務 六 文化內容相關產業市場之拓展及國際合作 其文化內容相關產業設施之受託營運管理 八 文化內容相關產業之助作權輔導 九 其他與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 及產業化相關事項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四條 第四條 本院應建立公民參與機制廣大社會 各界經驗及意見並回應或說明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七條 第七條 本院每年應舉行諮詢會議 邀請文化內容相關學者專家 及產業團體法人與機構式代表 就本院發展與業務等相關事項 提供諮詢意見 諮詢會議之過程應全程公開 且向參與會議之學者專家或代表 其組成成員應兼顧 性別 族群 地域 社會階層 及黨派之平衡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二章 第二章組織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張明通過 第八條 第八條 本院設董事會至董事十一人正式五人 由監督機關就項列人選 由就項列人員領選提起行政院院長 聘任之解聘十一同 一 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 與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 及產業化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 具法律 財務 行銷管理 創新科技等 相關之專業人士 或對文化內容有重大貢獻 就是會公正人士 前向第一款是董事不得少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意性別不得少於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九條 第九條 本院設監視會至監視三人至五人 由監督機關就項列人員 領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職解聘十一同 依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 具會計審計金合法律或管理等相關學士經驗者 監視應呼推一人為常務監視 第一項監視任意性別不得少於監視總人數三分之一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十條 董事監視任期為三年 其滿得虛聘一次 但虛聘人數不得於總人數二分之一 代表政府機關出任至董事監視 因依其職務異動改聘 不受其項虛聘次數至限制 依第八條第一項典款第三款及前條 第一項典款規定聘任至董事監視 任期屆滿前出缺者 由監督機關領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 其任期至原任者之 借其任期屆滿為止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十一條 有下列警示質疑者不得聘任為董事監視 一受親戶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凸刑傷行之判決決定 而我一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會議消費者將會建立條例 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付權 四次奪公權尚未付權 董事監視有前項其行質疑者應於解聘 無故連續不出席董事會會議 監視會會議達三次者一同 董事監視有下列各緩情示之一者得於解聘 一行為不僅或品性不端 致影響本院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工作執行不利或代乎職責 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請結重大 三當見之本院年度經效評鑑 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鎖定標準 四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制行事有確實證據 五就主管事件接受官說或請託或利用 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匯贈 至損害公益或本院利益有確實證據 六分音職務只需要動用本院財產有確實證據 其違反本條例鎖定利益衝突迴避原則 或替十八條第一項特定交易行為禁止之請示有確實證據 八其他案由不適任董事監視職位之行為 前項各款進行監督機關於解聘前 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順便之機會 本院董事監視之零聘解聘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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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製 其中提起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一同 董事长之聘任解聘不聘之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执本法由监督机关定制 董事长对内总理本院一切事务 对外代表本院其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 尤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职权 不能指定时由董事互退一转代行职权 董事长出任年龄不得余65岁 任期届满前年满70岁准应及更换 但有特殊考量进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线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董事会之执行如下 一发展目标及进化之审议 二年度业务进化之审议 三经费之丑目与财产之管理及运用 四年度预算决算及绩效目标之审议 五归将之审议 六自由不动产及无形资产之处分 或其设定负担之审议 七院长之证明 八年度整体多元资金统筹进化之审议 九组织扩边事项之审议 十本条例所定应激董事会决议事项之审议 十一其他重大事项之审议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四条 第十四条 董事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必要时的召开临时会议 由董事长召集并担任出席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董事之出席 其决议应有出席董事过半数之同意 但请调第一款是第十款之决议 应有董事总人数过半数之同意 宣议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五条 第十五条 监事会之职权如下 一 年度业务决算之审议 二 业务财务状况之监督 三 财务创策文件及财产資料之集合 四 其他重大事项之审议或集合 监事单独行使职权 常务监事应代表全体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 宣议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六条 第十六条 董事监事常务监事应亲自出席 列席董事会会议 监事会会议不得委托他人代理出席 宣议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七条 第十七条 董事监事应遵守利益冲突违避原则 不得利用主上之权利机会或方法 图抹本人或关系人之利益 其利益冲突违避之氛围及违反实质处置 由监督警官定制 董事监事相互签 不得由配偶及三亲等以内写亲一亲之关系 本条例所称关系人之配偶或二亲等以内之亲属 宣议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八条 第十八条 董事监事或其关系人 不得与本院为买卖出令承拦等交易行为 违反前下规定至本院受有损害者 行为人应对其父损害赔偿责任 宣议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九条 第十九条 本院至董事长得为专任或兼任 专任者之报从由监督机关核定制 兼任者为无几职 本院董事常务监事及监事均委无几职 宣议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条 第十条 本院至院长一人 由董事长提起董事会通过后 聘论至解聘11同 院长受董事会之指挥监督执行本院业务 并应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十一条 第一项至第四项 第十二条 第四项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项 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 第六款 有关董事及董事长之规定 予依前项规定所致院长准用之 宣议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一条 本院禁用之人员 以本院人事管理规章办理 不具公务人员身份及权利义务关系 应于契约中明定 董事监事之配偶及其三亲等 以内写亲殷亲不得担任 本院总务会计及人事职务 董事长不得禁用其配偶及三亲等 以内写亲殷亲担任本院职务 宣论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章 第三章 业务及监督宣论完毕 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二条 监督警官队本院之监督权限如下 以发展目标及计划之核定 二 规章年度业务计划与预算 年度执行成果及决算报告数之核定或备偿 三 财产及财务状况之检查 四 业务绩效之评鉴 五 董事监事者领聘解聘及建议 六 董事监事于执行业务违反法令时等为必要之处分 七 本院有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命令时 予以撤销变更废止现行改善 停止执行或其他处分 八 自有不动产及无形资产之处分 或其设定负担之何可 九 年度整体多元资金统筹进化之何可 十 其他依法律所为之监督 宣论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三条监督机关一邀请 有关机关代表学者专家及社会公证人士 办理本院之绩效评鉴 其中学者专家及社会公证人士之人数 不得少于三分之二 且任意性别不得少于总人数三分之一 且向绩效评鉴之方式程序 其他相关事项之分反由监督机关定之 绩效评鉴之内容容下 以本院年度执行成果之考核 二 本院业务绩效及目标达成率值评量 三 本院年度自筹款比率达成率 四 本院经费合播之建议 五 其他有关事项 宣论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四条 本院应拟定发展目标及计划 提及董事会通过后 报警监督机关核定 本院应订定年度业务计划及预算 提及董事会通过后 报警监督机关备查 宣论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五条 本院与会计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 应将年度执行成果及决算报告书 为多会计时查核签证 提及董事会审议 并经监事会通过后 报警监督机关备查 并送审计机关 且向决算报告书 审计机关得审计之 审计结果得送监督机关 或其他相关机关为必要之处理 宣讨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章 第四章 会计及财务宣讨完毕 照审查会张明通过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六条 本院之会计年度应与政府会计年度一致 本院之会计制度应依行政法人会计制度 设置相关法规订定 本院财务报表应违及会计制 进行查核签证 宣计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七条 本院成立年度制政府合播经费 等由监督机关在原预算范围内调整应应 不受预算法第六十二条及第六十三条 规定之限制 宣论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八条 本院设立时应业务有必要使用之工有财政 等由政府机关购彩均资人出租或无偿提供使用等方式为之 本院设立后等应业务需要架构工有不动成土地之降款 以当期公告土地限制为准 地上建筑改良物质降款 以税捐计算机关提供之当年度平定限制为准 无该当年其平定限制者 依工程管理机关评价结果为准 本院设立后应受托营运管理文化内容相关产业设施 需要公有财政得由政府机关购财 捐赠出租或无偿提供使用等方式为之 采第一项及前项之捐赠者 不适用预算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及国有财政法第二十八条第六十条相关规定 本院以政府机关的合泊经费指定用途所购制财产为公用财政 第一项第三项出租无偿提供使用 及前项之公有财产以外 由本院取得之财产为自有财产 第一项第三项无偿提供使用 及第五项之公有财产 由本院登记为管理人 所申之收益列为本院之收入 不受国有财政法第七条第一项规定制限制 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监督机关定制 公有财产用途费指示 应移交各级政府工产管理机关接管 本院接受捐赠至公有不东乘 不需使用时应归还原捐赠机关 不得任意处分 宣途而逼 照协商条文通过第29条 第29条 政府机关合播本院之经费 应依法定预算程序办理并受审计监督 政府机关合播之经费 超过本院当年度预算 收入来源50%这 应由监督机关将本院年度预算书 送立法院审议 本院自主裁员及其运用管理相关事项 由本院订定收支管理规章 报请监督机关备查 宣途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30条 第30条 本院所举介之债务 以具自常性指责为宪 并应先受监督机关核定 预算执行结果如有 不能自常之余时 应及检讨提出改善措施 报请监督机关核定 宣途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31条 第31条 本院之采购作业 因本公开公正的原则 出符合我国地杰之条约协定 或政府采购法第四条锁定情形 应依各该规定办理外 不是用政府采购法制规定 其采购作业有实施规章 应报请监督机关核定 前项依政府采购法第四条规定 办理之采购 与其他法律令有规定者 从其规定 宣途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32条 第32条 本院之相关资讯 应依政府资讯公开法 相关规定公开支 其年度财务报表 年度业务资讯 其年度绩效评鉴报告 应主动公开 前项年度绩效评鉴报告 应由监督机关提交分析报告 送立法院备查 必要使立法院的要求 监督机关首长 率同本院之董事长院 掌获相关主管执该院报告 监督状况并被询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五章 第五章负责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张明通过 第33条 第33条 对于本院之行政处分不服者 得以苏约法治规定向 监督机关提起苏约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第34条 第34条 本院因情势变更或绩效不障 知不能达成设立目的时 由监督机关提请行政院同意后解散之 本院解散时 其人员因终止契约 其剩余财产角固 其相关债务由监督机关盖瓜传授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第35条 第35条 本条例事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无限流民进党党团体继续进行三读 请务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文化内容测进院设施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提升文化内容之应用及产业化 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特色文化内容测进院 以下简称本院并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院为行政法院 其监督机关为文化部 第三条 本院之业务范围如下 一文化内容相关产业之调查 统计及研究发展 二文化内容相关产业专业人才之培育 三文化内容开发及产制支持 四文化科技之开发技术 以转集加值应用 五文化内容相关产业之投资 及多元资金益助服务 六文化内容相关产业市场之拓展 及国际合作 七文化内容相关产业设施之 受托营运管理 八文化内容相关产业之作作学辅导 九经他与提升文化内容之应用 及产业化相关事项 第四条 本院经费来源如下 一政府之和波及捐补助 二国内外公司丽机构团体及个人之捐赠 三受托研究及提供服务之收入 四营运及产品之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项第二款之捐赠 适同对政府之捐赠 第五条 本院应定定定组织章成人事管理会计制度内部控制金额作业及其他规章 提经董事会通过后报警监督机关备查 本院就其执行之公共事务 在不抵触有关法律或法规面临之范围内 得定定规章并提经董事会通过后报警监督机关备查 第六条 本院应建立公民参与机制 广纳社会各界建言及一件并回忆或说明 第七条 本院应每年应举行咨询会议 邀请文化内容相关学者专家 及产业团立法人与机构式代表 就本院发展与业务等相关事项 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会议之过程应全程公开 前项参与会议之学者专家或代表 其组成成员应兼顾性别 族群地域 社会阶层及党派之平衡 第二章组织第八条 本院设董事会制 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 由监督机关就效率人员 林选提醒行政院院长 聘任之解聘时一同 一 政府相关机关代表 二 与提升文化内容之应用 及产业化相关之学者专家 三 具法律财务行销管理 创新各技等相关之专业人士 或对文化内容 有重大贡献之社会公正人士 前项第一款是董事 不得少于董事总人数二分之一 第一项董事任意性别 不得少于董事总人数三分之一 第九条 本院设监事会制 监事三人至五人 由监督机关就效率人员 林选提醒行政院院长 聘任之解聘时一同 一 政府相关机关代表 二 具会计审计金和法律 或管理等相关学士经验者 监事应互推议人为常务监事 第一项监事任意性别 不得少于监事总人数三分之一 第十条 董事监事任期为三年 集满得续聘一次 但续聘人数不得于 总人数二分之一 代表政府机关出任之董事监事 应依其职务异动改聘 不受前项续聘次数之限制 依第八条第一项电缓 第三款及前条第一项电缓 规定聘任之董事监事 任期届满前出缺者 由监督机关林选提请行政院院长部 聘之 其任期至原任者之任期届满为之 第十一条 有下列警示之一者 不得聘任为董事监事 一 受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 尚未撤销 二 受有些徒刑上 行之判决确定而未受缓行之宣告 三 受破产宣告 会议消费者占物建立条例 经法院裁定开始清算程序 尚未复权 四 指夺公权尚未复权 董事监事有前项情形之一者 应与解聘 无故连续不出席 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 达三次则一同 董事监事有下列各款情绪之一者 得于解聘 一 行为不解或品行不端 致影响本院形象有确实证据 二 工作执行务力或代户职责 有具体事实或违反评约情节充当 三 当届至本院年度绩效 凭借连续二年未达监督机关锁定标准 四 违反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制 行事有确实证据 五 就主管事件接受关注或请托 或利用职务关系接受招待或亏赠 致损害公益或本院利益有确实证据 六 分音职务之需要动用本院财产有确实证据 其违反本条例锁定利益冲突回避原则 或第十八条第一项特定交易行为禁职之情势 有确实证据 八 其他有不识任董事监视职位之行为 且向各款进行监督机关于解聘前 应云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及顺便之机会 本院董事监视着领聘解聘补聘之方式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奔法由监督机关定之 第十条本院制董事长一人 由监督机关就董事中提请行政院院长 聘任之解聘时一同 董事长之聘任解聘补聘之方式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奔法由监督机关定之 董事长对内总理本院一切事务 对外代表本院其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 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职权 不能指定时由董事互推议人代行职权 董事长出任年龄不得余69岁 任期届满前年满70岁者应急更换 但有特殊考量经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线 第十三条董事会之职权如下 以发展目标节进化之审议 二年度业务进化之审议 三经费之筹募与财产式管理及运用 四年度预算决算及机效目标之审议 五规章之审议 六自由不动产及无形资产之处分 获其设定负担之审议 七院长之任免 八年度整体多元资金投注计划之审议 九组织库边顺顺之审议 十本条例锁定 应经董事会决议顺顺之审议 十一其他重大顺顺之审议 第十四条 董事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 并要取得召开领时会议 由董事长召集并担任主席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 董事之出席 其决议应有出席 董事过半数之同意 但前条第一款至第十款之决议 应有董事总人数过半数之同意 第十五条 监事会之之权容下 一年度业务决算之审议 二业务财务状况之监督 三财务账策文件及财产资料之集合 四其他重大事项之审议或集合 监事单独行使之权 常务监事应代表 全体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十六条 董事监事常务监事 应亲自出席 列席董事会会议 监事会会议 不得委托他人代理出席 第十七条 董事监事应遵守利益冲突 回避原则 不得利用职务上之权利 经会或方法图谋 本人或关系人真利益 其利益冲突回避之范围 及违反实质处置 由监督机关定之 董事监事相互监 不得有配偶及三亲 等以内写亲亲之关系 本条例所称关系人 只配偶或二亲等以内之亲属 第十八条 董事监事或其关系人 不得与本院 为买卖 卒领承揽等交易行为 违反前项规定制 本院受有损害者 行为人应对其负损害赔偿责任 第十九条 本院之董事长等为专任或兼任 专任者之报上 由监督机关核定之 兼任者为无几职 本院董事常务监事 均为无几职 第二十条 本院之院长一人 由董事长提起 董事会通过后 评论之 结聘十一同 院长受董事会之指挥 监督执行本院业务 并应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十一条 第一项之 第四项 第十二条 第四项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项 第三项 第二十条 第六款 有关董事及董事长之规定 予依前项规定所致 院长准用之 第二十一条 本院禁用之人员 以本院人事管理规章办理 不去公务人员身份 其权利益物关系 应于契约中明定 董事兼事之配偶 即行三亲等一类协亲一亲 不得担任本院总务会计 及人事职务 董事长不得禁用其配偶 即三亲等一类协亲一亲 担任本院职务 第三张 业务及监督 第二十二条 监督清官队本院之监督权限如下 以发展目标及计划时核定 二规章年度业务计划 与预算年度执行成果 及决算报告书之 核定或备查 三财产及财务状况之检查 四业务绩效之评鉴 五董事件事之零聘解聘及建议 六董事件事于执行业务违反法令时 得为必要之处分 七本院有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命令时 予以撤销变更废止陷阱改善 停止执行或其他处分 八自有不动产及无形资产之处分 或其设定负担之何可 九年度整体多元资金投筹计划之何可 使其他依法律所为之监督 第二十三条 监督机关应邀及有关机关代表 学者专家及社会公正人士 办理本院之绩效品鉴 其中学者专家及社会公正人士之人数 不得少于三分之二 且任意性别不得少于总人数三分之一 且向绩效品鉴之方式 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资本法 由监督机关定之 绩效品鉴之内容如下 一本院年度执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院业务绩效及目标达成率之评量 三本院年度自重款比率达成率 四本院经费合拨之建议 五其他有关事项 第二十四条 本院应拟定发展目标及计划提及董事会通过后报警监督机关核定 本院应订定年度业务计划及预算提及董事会通过后报警监督机关备偿 第二十五条 本院与会计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 应将年度执行成果及决算报告书 回头会计之查核签证 提及董事会审议 并经监事会通过后报警监督机关备查并送审计机关 前向决算报告书审计机关得审计之 审计结果得送监督机关或其他相关机关为必要之处理 第四章会计及财务第二十六条 本院之会计年度应与政府会计年度一致 本院之会计制度应一行政法人会计制度设置相关法规定定 本院财务报表应为请会计师进行查核签证 第二十七条 本院成立年度之政府合拨经费 等由签读机关在原预算范围内调整一亿 募修预算法第六十条及第六十三条规定之限制 第二十八条 本院设立时应业务有必要使用之工有残算 等由政府机关购采捐赠出租或无偿提供使用等方式为之 本院设立后等应业务需要架构工有不动成 土地之降款以当期公告土地限制为准 地上建筑改良物质降款以税捐机关提供之当年期平定限制为准 无该当年期平定限制者以工程管理机关评价结果为准 估价结果为准 本院设立后应受托营运管理文化内容相关产业设施之需要 工有财产得由政府机关购采捐赠出租或无偿提供使用等方式为之 采第一项及其项之捐赠者 不适用预算法第25条第26条及国有财产法第28条第60条相关规定 本院以政府机关合拨经费决定用途所购置之财产为公有财产 第一项第三项出租无偿提供使用及前项之公有财产以外 由本院取得之财产为自有财产 第一项第三项无偿提供使用及第五项之公有财产 由本院登记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为本院之收入 不受国有财产法第七条第一项规定制限制 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关市场质本法由监督机关定制 公有财产用途费指示应移交各级政府工厂管理机关接管 本院接受捐赠之公有不动产 不需使用时应归还原捐赠机关不得任意处分 第29条 政府机关合拨本院之经费应依法定预算程序办理并受审计监督 政府机关合拨制经费超过本院当年度预算收入来源50%者 应由监督机关将本院年度预算出送立法院审议 本院自主裁员及其运用管理相关事项 由本院订定收支管理规章报警监督机关备查 第三十条 本院所举借之债务以具自偿性指责为限 并应先受监督机关核定预算执行结果如有不能自偿之余 是应急检讨提出改善措施报警监督机关核定 第三十一条 本院之采购作业应本公开公正之原则 出符合我国立决之条约协定或政府采购法第四条锁定进行 应依各该规定办理外 不是用政府采购法制规定 其采购作业实时规章应报警监督机关核定 前向应依政府采购法第四条规定办理之采购 于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本院之相关资讯 应依政府资讯公开法相关规定公开之 其年度采购报表 年度资讯 业务资讯 及年度绩效评见报告应主动公开 前向年度绩效评见报告应由监督机关提交分析报告送立法院被查 必要是立法院的要求监督机关首长 率同本院之董事长院长或相关主管 资格院报告营运装潢病被询 第五章负责第三十三条 对于本院之行政处分不服者 得以宿运法制规定向监督机关提起宿运 第三十四条 本院因情势变更或计向部章 致不能达成设立目的时 由监督机关提起行政院同意后解散之 本院解散时其人员因终止计约 其身于财产缴固 其相关债务由监督机关盖瓜传授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事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 决议文化内容测进院设置条例草案 修正通过 继续处理党团协商所作之附带决议 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 附带决议以向有鉴于原著民族传统文化逐渐流失 为加强保障原著民族传统智慧创作之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内容测进院应重视办理上开相关业务 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决定 早安通过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 由委员登记发言 请吴思雅委员 所有的公民朋友 今天是圣诞节 非常感谢立法院同仁的共同努力 给了台湾文创产业一份最好的圣诞礼物 我们刚刚通过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修正案 而在此时 文化内容测进院的设置条例 也同步完成立法 作为一个文化的立法工作者 更是一个文化的爱好者 此刻的心情就像嫁女儿 文化产业过去是我们悉心照料的一个好女儿乖女儿 但是女儿长大了就要让她有更多的能量 更好的养分去飞去闯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要将台湾的文创产业的发展跟未来 托付给文策院 韩国2009年成立了韩国内容振兴院 法国也有国家电影及动态影像中心 台湾急需建立像文策院这样一个中介组织 透过专业的治理 引进参与式的机制 协助政府来达成文化产业扶植的公共任务 以文化内容来驱动台湾新一波的产业创新升级 未来 有了文策院 我们将能够以催生产业生态系为出发 短期引进民间的投资 长期来建构文化金融的体系 而同时我们将透过文化科技授权的平台 来开发更多的原生文化内容 我更期待在文策院的领航之下 我们会打造一支非常坚强的台湾队 进行国际布局建构台湾文化的国家品牌 身为焦文会的招委 台省这个案子非常荣幸 再次感谢大家圣诞快乐 谢谢 讨论事项第十二案 医疗器材管理法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月社会福利及卧生环境委员会 与107年10月8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 进行行政区含金审议 医疗器材管理法草案等三案子审查 会议由吴教级委员困域担任主席 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等 分别应邀列席说明备询 本月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赋予107年10月24日及25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 继续审查本案 并将亲民党党团联聚医疗器材管理法草案等三案并入审查 会议由吴教级委员困域担任主席 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等机关代表 分别应邀列席说明 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寻导后 对方案进行主调审查及缜密讨论 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疫情后达成公式 将决案审查完聚 领通过附带决议三项 原经决议并案拟去审查报告提报议会讨论 本案与院会进行恶毒前需交党团协商 议会讨论本案时 由吴教继委员困域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吴委员困域补充说明 吴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 另外陈委员慢力等拟拒医疗器材管理法草案 经第六会期第十三次会议决定 致委员会抽出经负二读 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 报议会以上两案应上代协商 做以下决议协商后提出本次会议处理 讨论事项第十三案 都市更新条例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月内政委员会分别于105年11月23日 106年4月24日 12月25日12月27日及12月28日 举行全庭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邀请内政部部长叶俊荣 及提案委员列席说明修法要职 令警司法院等派员列席备询 会议分由赵景委员陈昌明 姚文志 赖瑞龙担任主席 本月内政委员会于106年3月30日 即5月11日12月25日举办公听会 分由赵景委员姚文志及赖瑞龙担任主席 广邀包括陈关学界及立法委员等 近30人参与讨论 本月内政委员会又于107年3月14日至15日 即3月26日举行全庭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会议均由赵景委员洪宗毅担任主席 余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并进寻达后 历经7次权定委员会一支 充分协调沟通及审慎协商后 达成共识将本案审查完均 原今决议本案审查完均 拟据审查报告提报约会讨论 约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 并推进洪赵景委员综艺 于约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 令通过附带决议二项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洪委员终于补充说明 洪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进审查会决议 需交由党团协商 因上代协商做以下决议 协商后提出本次会议处理 讨论事项第十四案 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满约内政委员会于107年12月19日 召开决定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由黄赵景委员招议担任主席 邀请内政部部长许国勇等 相关机关派员列席报告并被咨询 经报告集团答案并进行 逐条审查 将存在审查完毕 本案审查完毕 拟据审查报告提报约会讨论 约会讨论前不需请党团协商 并推请黄赵景委员招议于 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 令通过附带决议二项 宣读完毕 请赵景委员黄委员招顺补充说明 黄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友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本案经一审查会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残害防救法 请宣读 残害防救法第12条维持现行条文 16条维持现行条文 18条维持现行条文 第43条维持现行条文 请宣读第47条 第47条 执行本法灾害防救事项人员的令 发给今天 如致伤病身心障碍或死亡者 依下例规定请领给付 其所需费用由政府编列预算之应 因伤病者得凭各该政府出去证明 致全民健康保险特约医疗院所征疗 但情况为疑者得先送其他医疗机构解救 而因伤病致身心障碍者 依下例规定给予一次身心障碍给付 一 中度身心障碍以上者36个基数 二 中度身心障碍者18个基数 三 轻度身心障碍者8个基数 三 死亡者给予一次抚恤金90个基数 四 因伤病或身心障碍死亡者 依前款规定补足一次抚恤金基数 前项技术制计算移工人员委任第五职等年供奉最高及瑞知奉而为准 第一项身心障碍等级签订 依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及其相关规定办理 第一项所需分用由各该政府核发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委员会有意 没有意义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47条 执行本法灾害防救事项人员 得令发给津贴 如致伤病身心障碍或死亡者 依下令规定请领给付 其所需费用由政府比例预算之应 依伤病者得凭各该政府出去证明 至全民健康保险特约医疗院所证疗 但情况危机者得先送其他医疗机构急救 二 因伤病治身心障碍者 依下令规定给予一次身心障碍给付 一 重度身心障碍以上者36个基数 二 中度身心障碍者18个基数 三 轻度身心障碍者8个基数 三 死亡者给予一次抚恤金90个基数 四 因伤病或身心障碍死亡者 依减管规定补足一次抚恤金基数 前项基数职计算 以公务人员委任第五职等 年供奉最高级月支付而为准 第一项身心障碍等级鉴定 依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 及相关规定办理 第一项所需非证明 由各该政府核发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务院会有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 决议灾害防救法第47条条文修正通过 继续处理审查会所作之附带决议 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 附带决议二项 第一项 鉴于灾害发生时 铁路公路公用器体与油料管线 输电线路等公共设施防救人员 为了公共利益 必须加班出勤 常有人身安全之余 进行灾害防救工作 为保障及慰绕此类人员 于危险环境下之辛劳 鉴请内政部应增列 额外给付灾害防救出勤津贴 第二项 一有关执行灾害防救事项 发起津贴人员 应包含机关购 公共事业 学校团体公司商业 有限合伙等非公务人员 二本条修正草案 发给津贴之程序方式及标准 请内政部于三个月内 召集相关部会及地方政府 研提具体可行法条修正 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照案通过 讨论事项第十五案 消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月内政委员会分别于107年12月5日 及12月19日召开 全天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由黄兆吉委员张顺担任主席 邀请内政部部长徐国勇等相关机关 派员列席报告并拜证询 经报告及寻导完毕 进行主条审查 将全案审查完聚 本案审查完聚拟据审查报告提报 约会讨论前不需经党团协商 并推请黄召集委员赵顺 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黄委员赵顺补充说明 黄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友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本案经议审查会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消防法 请宣读第五条 第五条 这下是县市政府 因每年定期举办 红火教育及宣导 并由机关学校团体及大众传播机构 协助推行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第30条 第30条 依本法参加编组人员 应接受训练 演习父亲制 患病受伤身心障碍或死亡者 依下令规定办理 依伤病者得凭消防机关出去证明 致指定至公立医院或特约医院治疗 但情况违继者得先送其他医疗机构提救 二 因伤至身心障碍者依下令规定 给予一次身心障碍给付 一 集中度与重度身心障碍者36个基数 二 中度身心障碍者18个基数 三 轻度身心障碍者8个基数 三 死亡者给予一次抚恤金90个基数 四 因伤病或身心障碍死亡者 依尽管规定补足一次抚恤金基数 前项技术制计算 以公务人员为任第50等 年供奉最高级月之奉而为准 第一项身心障碍鉴定作业 依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办理 第一项所需费用由消防机关 报警之下是县市政府合发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32条 第32条 受检调调动运用知事业机构 得向该辖消防主管机关请求下列补偿 以车辆船舶航空器 均以政府和定制交通运输费率标准给付 无交通运输费率标准者 由各干修防主管机关 参照当地实价标准给付 而调动运用至车辆船舶舶航空器 中备于调动运用期间遭受回损 该辖消防主管机关应于修复 其无法修复时 因案实价并参着已使用时间者加后 给付毁损补偿金 至装备耗损者因案实价给付 三倍调动运用至消防救灾救护人员 于接受调动运用期间 因案调动运用时 其服务机构或雇用人所给付之报酬标准 其因调动运用至患病受伤身心障害或死亡时 准用第三十条规定办理 人民应修房机关要求从事救灾救护 至装备耗损坏病受伤身心障害或死亡者 准用前项规定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六条有下令其行追忆者 除新台币三线原因上一万五千元下方还 一黄磅火警灾害人命救助 紧急账户或五过拨拿消防机关报警电话 二不停从消防机关一地水九条 第一项第二十条或第二十三条规定所为之处置 三拒绝消防机关一地三十一条规定所为调动运用 四妨碍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设备之使用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十条 第四十条违反第十三条规定 经通知限期改善与其不改善者 除其管理权权新台币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下返还 经处返还后人不改善者得连续处罰 并得原意三十日以校之停业或停止其使用之处分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前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体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五条 自查是县税政府应每年定期举办防火教育及宣导 并由机关学校团体及大众传播机构协助推行 第三十条 以本法参加编组人员应接受训练 演习扶勤至患病 受伤身心障碍或死亡者 依下令规定办理 医生病者得凭消防机关处续证明 至指定之公立医院或特约医院治疗 但情况危机者得先送其他医疗机构急救 二 因伤至身心障碍者 依下令规定给予一次身心障碍给付 一 集中度与中度身心障碍者36个基数 二 中度身心障碍者18个基数 三 轻度身心障碍者8个基数 三 死亡者给予一次抚恤金90个基数 四 因伤病或身心障碍死亡者 依前款规定补出一次抚恤金基数 前项技术之计算以公务人员为任第五值等 年供奉最高级月之奉而为准 第一项身心障碍鉴定作业 以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办理 第一项所需费用由消防机关报警直辖市 县市政府核发 第三十条 受前条调度运用证实验机构 得向该辖消防主管机关请求下列补偿 一 车辆转播航空器 均以政府核定之交通运输费率标准给付 无交通运输费率标准者 由各该消防主管机关参照当地时下标准给付 二 调度运用之车辆转播航空器 装备于调度运用期间遭受回损 该影响消防主管机关应于修复 其无法修复时 因案实价必参着 以使用时间者救后 给付回损补偿金 至装备号损者因案实价给付 三被调度运用证消防救灾救护人员 于接受调度运用期间 因案调度运用时 其服务机构或雇用人所给付之 报酬标准给付之 其因调度运用至患病受伤身心障碍或死亡时 准用第三十条规定办理 人民应消防机关要求从事救灾救护 至装备耗损患病受伤身心障碍或死亡者 准用前项规定 第三十六条 有项列进行之一者处新台币三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下发欢 一 黄暴火警灾害人命救助 紧急救护或无故拨打消防机关报警电话 二 不听从消防机关一第十九条 第一项第二十条 或第二十三条规定所为的处置 三 拒绝消防机关一第三十一条规定所为调度运用 四 妨碍第三十四条 第一项设备之使用 第四十条 违反第十三条规定经通知限期改善于其不改善者 处其管理全然新台币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下发欢 经处罚还后人不改善者得连续处罚还 并得予以三十日以下之停业或停止其使用者处分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 决议消防法第五条 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六条 及第四十条条文 修正通过 文案完成立法程序后 由委员登记发言 请江启臣委员 主席还有各位同仁以及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们要感谢各位委员的协助 让消防法及災害防救法的修正可以顺利删毒的通过 首先我们感谢这一次催生修法的新北市一销孙洪心 还有向国家弃而不舍来讨公道的家属们 我们表达我们的敬意 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今天的修法 另外我必须感谢内政委员会的赵伟黄昭顺委员协助排案审查 也感谢朝野各党的支持 让消防法部分条文及災害防救法第四七条的修正草案 能够以最快速的立法来完成删毒 这表示大家对照顾救难英雄 是没有党派不分颜色的 现行的消防法是八十四年七月公布实施 其中第三十条规定 受征调携情人员因公伤亡之腐恤己父 只有在无法依本职勤领各项己父后 才能够另行领取国家给予的己父 而八十九年六月制定的災害防救法也援引笔造 当时的立法造成了议销或救难人员 在领取英雄伤亡的时候 必须先扣除国家先给予的抚慰 抚恤金或保险己父 也就是说以目前的规定 英雄伤亡可以领取三百一十九万元 但是如果原有的保险或相关己父总额超过三百一十九万 国家就可以一毛都不用给 造成英雄伤亡的己父是左手给右手收 看得到领不到的怪现象 应有救难而英雄伤亡的下场可能是一毛都领不到 今天的法案顺利在本会期结束以前完成三读 未来议销还有救难人员 英雄伤亡领取抚恤金将不得再扣除其他己父 不会再有看得到 却可能一毛领不到的状况发生 还给出生 报告院会上午会议进行到此为止 请各党团干部于下午二十至一场三楼 进行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之协商 现在休息 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的准备 提案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一分钟 第一位请蒋乃馨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 本院委员蒋乃馨等十一人 针对美国FDA宣布将于2020年把七种经过研究证实 会使动物致癌的合成调味剂 二本酮月桂锡等从安全添加剂中除名 而其中有六种被我国列为合法食品添加物 用于市售的糖果饼干饮料等食品当中 而且按照现行法规 食品标示仅需标明含有香料 因此主管机关无法掌握哪些市售食品添加此类致癌物 民众也无法透过食品标示避免购买 本席要求行政院比照美国FDA的标准 于2020年将此六种合成调味物质 存合法添加物品中除名 是否有当进行公决 本院委员江海新等十一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还请行政院处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第二位请江启臣委员 本院委员将启程的十二人 查政府近年来致力于大众交通工具制无障碍化 引进低底盘公车 或者于站体设置电梯便利轮椅 因而推车皆可以上车乘坐 然而公车虽然有针对轮椅之固定设施 但是驾驶员却少有主动协助安装 至日前发生生障者 因为公车急煞丰富的意外 而捷运上虽有轮椅的空间 但也缺缺固定安全的设施 若紧急刹车也可能发生意外 因而推车的可用空间更是不足 往往占据走道 不利其他乘客上下车导致怨言 种种迹象显示 各交通工具的无障碍设施 有全面检讨的必要 原此要求行政院应该检视 目前公车火车捷运等 大众系统的无障碍空间 自轮椅音乐推车等使用者的角度 确实了解其需要的空间 及可能发生的危害 加强防务措施 以维护其行的安全 是否有当尽情公爵 本院委员江启成等12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喊请行政院处 请问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通过 接着请徐志荣委员 大家午安 本院委员 徐志荣 陈昭明等19人 有建于陶竹竹苗等地 县市政府长期珍惜 五阳高架延伸 国道1号 新竹苗栗等路段 以解决严重塞车问题 虽交通部以针对 国道1号五阳高架道路 延伸到新竹苗栗 头粪路段 进行可行性研究 难落井延伸到头粪 因头粪交流道平时 以勇赛不堪 落宜照原评估案 更会造成头粪交流道的摊犯 不仅不利中长 其的运输 亦可能影响头粪市值平面道路 沿提案要求 行政院及交通部 因将国道1号 陶竹苗地段 交通勇赛严重情形列入考量 综合评估五阳高架道路 延伸至苗栗铜锣 以解决国道1号 以足足表地区 长期之交通阻塞问题 是否有当 敬请攻劫 谢谢 本院委员徐志荣等19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喊请行政院援处 请务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接着请管碧林委员 本会委员管碧林等17人 有鉴于我们的劳保保费 明年将有9.5% 调整到10% 而事实上 我们的劳保去年的收入来讲的话 他去年的收益高达532亿元 堪称是政府五大退休基金的模范身 在劳保的财务上称稳健 收益稳健 收入大于支出的时候 为了人民安居乐业不要让人民造成恐慌 劳保未来的修订应该只修 我们认为66条跟69条 让政府要有逐年拨补的义务 也让政府有负最后支付的责任 除了这两条 为了人民安居乐业 劳保条例不应该再有其他的修改 因此现行行政院躺在立法院委员会里面的劳保条例 我们要求应该予以撤回 不要让人民心生恐慌 民心浮动 尤其假消息不断的时代 更应该立刻撤回 本院委员管毕林等17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喊请行政院处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报告院会临时提案 均已处理完毕 现在上会 请问院长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